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 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 非常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 我是你的好朋友音儒 真的很开心再次和你相会在空中 最近收到了一封听友来信 哇我真的好感动 真的很谢谢俊贤的来信 在信当中跟我分享了你的生命故事 然后你提到了透过广播 听到了云彩飞扬这个节目对你的帮助 我要在这里恭喜你戒烟成功 所以真的很谢谢听众朋友的来信 所以如果你有任何的话 或者你需要祷告的事情 或者你也愿意跟我分享你的故事 你都可以写信给英如 把信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 或者直接透过救恩之声的官网 透过LINE 透过微信 也可以很方便的跟我联络 那么今天云彩飞扬 一样要和你分享一个很精彩 很精彩的生命故事 一定一定不要错过 这个故事呢 跟职涯规划有一点点的关系 说到生涯规划 职涯规划 近十年是越来越被受到重视 很多人在年轻的时候呢 就开始做未来的规划 最好呢 按部就班的完成计划 读好书 毕业之后就是考个几张 证照 找到理想的工作 这大概是多数人的计划吧 不过我最近读到了一篇 就业相关的文章 里面有一句话说 人生最有趣的事 就是让人跌破眼镜 意思就是说 你做的决定跟大多数人的想法 和期待不一样 你从事的工作非主流 让人大感意外 今天呢 我就为你邀请的这位特别来宾 杨怡婷 他在大学毕业之后 他没有跟身旁的同学一样 进入主流的公司行号 或者企业 成为白领的上班族 他反而是跑去东非 教导一群妇女缝纫 而缝纫的东西也很特殊 是不做的卫生棉 除此之外呢 他的工作还有一个 很特别的内容 是帮助东非的女孩 对人生重新有梦想 而杨怡婷这位 才25岁的女孩 有着什么样特别的生命经历 让她决定要过一个 与众不同的人生呢 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她 Hello 怡婷 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谈一谈你的成长背景好不好 究竟是成长在什么样的一个环境 会教育出这样一个 特别的女孩儿呢 哇 你这样问问题 感觉就是我讲一个 非常大的故事 然后一个转换 但是我相信应该说 我的成长背景 跟大部分的大家一样 就是进了小学 进了国中 进了高中 然后农历考大学 然后到大学之后发现 哇 好自由 因为终于第一次离开家这样子 那我们家的爸爸妈妈应该说 他们是非常保护我的 因为我是我们家第二个小孩 那我的哥哥 他比我大了十岁 我小时候要溜冰 我妈就说 你这样跌倒会很危险 很宝贝哦 对 然后或者是我被蚊子叮 我爸爸会对我妈生气 就是大家可以想象透过 这些小故事可以知道我成长背景 家人是多么呵护 对你这么宝贝的话 会不会他们就会对你的人生 会有一些期待跟规划 比方说爸妈妈就会想要带你去 学这个学那个啊 希望你变成一个才女啊 可以是这样说 就是学英文啊 然后补习啊 钢琴啊 这些都有接触过 对 你的功课好不好 看是哪个阶段 这样好了 对对对 国小国中高中大学 你的课业有让父母担心过吗 基本上没有 你应该都是全班前几名的吧 哦 好 如果这样讲或许是 对 所以我想你身旁的朋友 或者同学 应该都觉得说 你大概就是人生胜利组了 之后工作一定是不用烦恼的 我在大学的时候 事实上我一次会校园毕业之后 那老师请我回去分享 我自己现在在做的事情 跟学弟妹分享 那我在还没进去之前 我在门口老师就说 我们事实上每个教授都很想知道 这个第一名毕业的人 为什么他不是进入 另外一个很棒的外商公司 或者是往上考更好的学校 去读研究所 所以事实上我在门口 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我没有想到我是被人家 他是这样在预期我未来的道路 所以当我像你刚刚提到 跌破眼镜这件事情 好像真的还蛮是用在我身上的 那么来谈一谈 从小功课这么好的你 为什么之后会去做一个 很特别的工作 其实这跟你生命的一个改变的历程 有很大的关系 当我小时候 我的英文老师是 儿童主日学的老师的时候 他们就说 哦 可以啊 因为他认识 那他知道教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团体 那再来是英文的儿童主日 所以他们就觉得 哦 去那边可以学英文 当然好 而且还不用钱 对 赚到 是 这就是我一开始进教会的原因啦 对 是 不过去了之后 怎么还会持续愿意再去 应该说小时候 大家都会一直喜欢问问题 问说人从哪里来 那人死后到哪里去 那我可能是比较奇怪的小孩 我在想人死后到哪里去的时候 我会想到我自己很紧张 然后很难过 甚至到哭 那后来我就跑去问我的妈妈说 诶 人死后到哪里去 那他事实上给我了一个答案 就是可能大家听过 就是哦 就没了啦 就不见啦 这些相关类似的答案 所以我就觉得 哦 不是我认同的 我没办法接受 后来在教会的时候 当然我问过老师 然后他跟我回答说 哦 我们死后啊 然后神啊 让我们到天堂 然后怎么样怎么样 开始解释这些故事的时候 我发现这好像是我在期待的答案 或者是说 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的答案 所以当你听到老师教会的辅导 跟你解释说 哦 在基督信仰当中 有天堂的盼望 永生的盼望 有没有比较喜乐一点 对 我觉得这件事情应该说 让我再也不害怕 那个恐惧真的就没了 我在教会得到了 不只是这个问题的答案之外 我还得到了一些人生的答案 这也让我相信 这个信仰 是我所要相信的信仰 可是当你持续的去教会之后 却有一段时间是让你越来越不太开心 为什么呢 当我得到答案之后 好 我开始进入教会 那当然教会有不同的人 那会说不同的话 那有时候 我记得那时候 长大的时候 哈利波特是非常 大家都很想要看啦 然后一直分享 我的同侪之间也是一样 所以我在看哈利波特的时候 有老师在教会就跟我分享说 你不可以看哈利波特 然后我就觉得 好吧 因为我就是乖乖排小孩 所以我也不会回话说 我就是要 所以哈利波特这件事情 我就很困惑 我也放在心里 但除了这件事情之外 很多 他说你不可以 那个不可以 这个不可以 只要把任何我做的事情 灌上就是神不喜悦的事情 在那个阶段开始一直累积 一直累积 到我后来就觉得 这个宗教好累哦 怎么这么多不可以 那到底什么才可以 我怎么觉得我生活 一直被所有的框架局限住 那我也不是刻意要跳出框框 做坏事的人 为什么你还要把这个框架 放在我身上 让我觉得真的是好辛苦 那也就是因为这样 我开始慢慢的离开了教会 这个团体 大概是几岁的时候啊 那个大概是16 17岁的时候啊 高中啊 一个很重要的阶段的时候 开始觉得自己 好像是做主的时候 所以就觉得 如果我不去教会 我就不会被放在框架里面 我就可以做很多 我想做的事情 那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背景之后 开始慢慢离开教会 那么在这个生命改变的过程当中 上帝如何在怡婷的生命来做一个引导 我们在一单歌曲过后要继续来分享杨怡婷的生命故事 主求你来回复 你在我心中 挽回的宝座 主求你来回复 你在我生命中 热情奔放燃烧地火 愿你的国度降临 愿你的知音心在地上 如同在天上 愿你为父亲妙作为 彰显你同在 来反转我生命 主求你来回复 你在我心中 充满荣耀光为你宝座 主求你来回复 你在我生命中 热情奔放燃烧地火 愿你的国度降临 愿你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云彩飞扬 我是音儒 继续来分享杨怡婷的生命故事 怡婷我们刚才也谈到说 在基督信仰当中 你自己的一个生命的经历 你后来是去到北部读书 因为你原本是住中部 你是家里面这么被宝贝的女孩 到外地去读书 爸爸妈妈可以接受吗 因为我是填学校 自己选 然后填五间 但后来放榜中 我有上了三间学校 那这三间有两间是在台中 那我就毫不考虑选 那个不是台中的那个 因为那时候我发现 如果我高中 我的爸妈是这样子 呵护好了 呵护我 那我很难想象 我大学 如果还待在家里的话 我可能毕业之后 还是变成一个 我什么都没有看过 然后没有自己做过的人 我害怕我自己会失去那个能力 所以我就说 那我要离开我的家乡 然后到北部求学这样子 哇你也很有骨气 所以后来这个学校上了 只有爸妈的反应怎么样 当然很祝福啊 就开始帮我搬家啦 然后带我到学校啊 就是这些 当然就是父母 就是还是会为子女做这些事情嘛 还有各种叮咛吧 哦这个很多 基本上大概两天都会同一次电话啦 哇 所以他们真的很关心你耶 不过去到这个学校之后呢 来谈一谈哦 你在这个学校当中 哎生命其实开始有了一些转变 其实你当初不知道 这是一间基督教的学校 哦对我不知道 但是当我知道的时候 我真的很生气 就像我刚刚提的 我越来越离开教会之后 开始产生愤怒 对于不管是基督教 或者是相关周边的人 我就觉得你离我远一点 我不想要跟你们有关系 所以当我发现 我自己选了一间 基督教大学的时候 我真的当下觉得 我到底怎么这么的不幸运 连这个东西都找上我这样子 对 你有跟上帝发脾气吗 有有真的是 但是我说你可不可以不要一直来找我 怎么这么麻烦 你我怎么走到哪里 你好像都跟着 可是我不想要理你 你会远一点点 我觉得我在我人生这个阶段 是我做主的阶段 你可以离我远一点 未来我可能需要你的时候 再来找你好了 就觉得自己又跳进了一个火坑 这火坑还不是别人帮你选的 是自己人的火坑 不过在学校当中 也会有快乐的时候 比方说你就参加社团 好像社团混得也蛮不错 对 大一的时候 我事实上跟自己下了一个决定说 这是我自己选的学校 难得从小到大 台湾的制度 你没有选择的机会 既然这是我选的 我一定要把它读到最好 但是我不想要 毕业之后大家都说 我只是会读书 不会了解 比如说有些爱情学分 然后社团学分没有修到 所以我自己在进大学之前 我自己列了大概18个list 说我大一要完成的事情 第一个当然就是参加社团 然后第二个就是拿到书卷奖 第三个我要学会怎么答 汉语拼音的输入字 有一些是很大 有一些是比较小的 那还有其中就是 我要申请参加交换学生计划 对 所以这些如果我要申请的话 我可能事前成绩要好 才能够被选上 所以这是需要有时间规划的 所以我大概列了有小事 然后有大事 这件事情让其他人吓到说 哇你到底是干嘛 不是大家都说大学就是玩四年吗 你干嘛这么认真 但是我就觉得我应该要 自己规划自己的人生 因为这是我第一次 掌舵我自己的这条船 这样子 对所以我就在大一结束之后 我当然想你听到的 社团玩的还不错 所以我当上了社长 然后学业也不错 我熬了前三名这样子 是你那时候参加什么社团啊 我比较运动性一点 所以我是跆拳道社团的 就反差比较大一点点 对 怎么会想要参加这个社团啊 因为跆拳道一听 就是一个危险的运动 所以你觉得我小时候 我的爸妈会让我去学这个吗 那一定不会啊 对所以他们一直不让我学 我就觉得好大学 我既然有这个社团 我就开始马上直接走进去 那个社团报名 你看起来很鲜瘦耶 是有点过度鲜瘦 你进社团的时候 我会有一些学长姐 不知道要怎么样跟你对练 担心说被骨头折到啊 什么的 因为我相对可能高度比较高 所以跟我按照体重来比赛的时候 他们相对对手也是小只的一点 所以大家也就不会这么紧张 这样子 那你读的科系是哪一个科 我读应用外语系 讲到说你那时候才刚读大学的时候呢 你就为自己列了18项的计划 这么善于计划的你哦 后来有一件事情 蛮超出你的计划的 就是重回基督信仰 对 我想这个真的是没有在计划当中 怎么样重新回到基督信仰的啊 好像跟一个银会有关 就是大一结束之后 不想要回台中 所以我就开始把我的暑假 全部用各种活动填满 那第一个活动叫做领袖英文营 那这个东西他也有主打说 哦会有美国的学生回来跟我们做互动 所以因为这样子 我觉得我学了18年的英文 终于好像派上用场 而报名参加 所以一进去之后 你的台上有老师开始分享这一次活动啊 这12天要做什么 他用了一些词 是我小时候在教会听过 只有教会人会讲的词 才开始发现 这个好像是教会办的活动 当下我当然一样 我好生气哦 结果我第一天就直接问了我的组织的辅导 到底当基督徒有什么好的啊 你们干嘛这么快乐还在那边跳舞 到底是怎样 所以当我丢出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们当然立下很震撼 因为想说哇 怎么第一天迎对一个学员 就问这个这么核心的问题 那当然他们也是慢慢透过故事分享 那他的生活见证 开始跟我分享说 事实上这个信仰是这样子 而不是你所想象的那个样子 那我很抱歉你之前可能遇到相关的问题 但是这事实上不是神要我们所认识的神 因为报名啦 然后又不想要回台中 所以就参加了这个活动 硬着头皮继续参加下去了 是什么样的一个音乐机会 让你心态开始有一些的改变呢 因为大家的朝夕相处 从早上七点到晚上十点 我们跟美国的同学这样互动 后来发现 美国的同学好像都是基督徒 那他们在跟我互动的过程当中 我发现好像很自由耶 很快乐 没有我当初所看到的那些框框 然后我开始把我之前遇到的框框 开始跟他们分享的时候 他们说 哦 这个神比所有的框架都还要大 但是你是要用你的心去认识他 那我就开始透过他们跟我的分享 我觉得或许是不是应该 给这个信仰再一次的机会 既然我觉得好像他都一直来找我 我觉得他好像是想要跟我沟通 那我应该要试着 打开这个沟通的床 跟这个信仰做沟通这样子 那时候就是慢慢开始 有在周末 然后平日开始回去教会的生活 这样子 所以你愿意再次打开你的心门 来重新的认识 到底上帝是一位什么样的神 听一些基督徒的朋友 他们分享一件 我觉得是蛮有趣的事情 他们都会谈到说 越认识上帝祷告啊 或者读圣经之后 他们好像又重新的 更多的认识到自己的生命状态 我觉得这应该是必经的过程 必经的过程 对真的 然后是自己跟自己对话 同时是自己跟上帝对话的过程中 你反而认识了你自己 从来不认识的司机 应该说我一心就是 你可以看我的规划 就是这样子 我没办法忍受 我的规划被打坏 所以当那一次营队结束之后 我取消了我营队后面 所有自己报名的活动 开始全部待在教会 去认识这个信仰 那当然教会有提供相关的人啊 然后来跟我分享 到底什么样式的信仰 营队那一年我加入 隔年之后教会找我回去说 你要不要当营队里面的辅导 那我说哇好啊 我一直以来都已经 这一年跟大家相处 我已经变朋友了 我就来当志工 那后来有一个从美国回来的学生 他去年有参加 那今年他也被邀请回来当辅导 那他说 当他们说他们找怡婷 要来当志工的时候 他觉得为什么要找这个人啊 他直接就是他在跟我分享 他对我的想法 在我们会议的时候 他说为什么要找怡婷 那个怡婷是我知道那个吗 所以他原本知道的怡婷 是一个怎么样个性的女孩 他觉得就是一个 骄傲自大狂妄 然后觉得自己超厉害 然后成绩超好 然后是一个 还没被神给雕琢过的一个人 所以当他知道怡婷要当志工的时候 他觉得到底教会在想什么 但是后来经过一年 我们这样坐下来开会 也是他那时候跟我说的对话 那他就继续讲说 哦 可是你好像变了 我回来这样跟你对话 没想到哇 你不一样 然后那个也是我当下发现 哎 我有变哦 我可能自己都没感觉 但是透过那一个 从美国回来的志工 他跟我分享 我觉得那一次是 我第一次知道我进教会 然后被神改变的时候 那有一年 大概大三的时候 忙到不行 因为我还有打工 因为我们家不会有支持学费的这个基金 所以我自己要去打工 然后存钱 交我的学费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我整个那个时程啊 全部都排得很满 所以当我发现 我没有时间读书 我可能以前这一课 我可以花多少时间读 我现在根本不到的十分之一 然后我觉得完蛋了 我没有办法 很紧张 然后还读到通宵 还没读完 之后我开始祷告 这有点糟就是当你发现 自己不行的时候 开始祷告 那在那一次结束 然后成绩公告之后 我记得那时候 我刚好在教会 那是一个营会的结束晚宴 在那个当下我查成绩 那个成绩是我 四年来最高分的一次 真的是在那个过程中 我发现 是可以全心依靠神 而不是我只能 几项生活的要点 依靠神这样子 所以在那个当下我发现 神是超越所有一切的 那我们要继续谈一谈 你的大学生活 我们在上一段 你有特别提到说 读大学 你是需要负担自己的学费 考上大学的那一刻 就知道自己要负担了吗 考上之后收到那个 缴费单的时候 家人就说 好那我们去申请一个 就学贷款 那我就觉得 这意思是 我开始得付这笔钱了 开始得思考 要怎么存钱 要怎么去付这个学费 因为这可能是人生第一次 你得自己支付一个东西 而且还蛮庞大一笔的数字 对 因为我都不是国立的大学 所以私立大学的费用 相对会比较高一点点 知道自己要付学费的时候 会不会瞬间有一种压力降临 在肩头上 是没有这么严重 因为它是就学贷款 那我去读 它是说 你毕业之后的一年 让你有时间找工作才需要去还款 它的利息也不会太高 所以当下是觉得 我至少还有这个保护伞 那我在思考 我该怎么去还银行这笔钱 可是你有曾经为钱忧虑过吗 应该说还没进教会之前 我看到基督徒生活不一样 我的朋友 自己也没有太多的钱 因为大家都是学生 但是我们有另外一个共同的朋友 比我们还更急需需要一笔钱 我可能不知道他的那个使用 我到底要用什么 只是我知道他还蛮急的 所以我的另外一个朋友 他就是把他自己存起来的钱 就直接给了他 那我就说 你为什么会做这件事情 他就说 神叫我给他的 我自己很挣扎 但是我觉得 如果神请我做这件事情 或许他有他的安排 所以生活周遭就这么多 类似这样的一个见证 所以我发现 金钱观在教会过程中 他慢慢变成一个 不是我之前这么紧张 这么重视的议题 对 即使到现在 我跟我家人在聊天 说不会啊 就给你啊 就他说 可是这是你大一笔钱 或是说 你花怎样怎样 他们的价值观 他们就会觉得 我怎么这么的不重视 怎么好像 哪有你想象的那么轻松 我相信很多人 还是会这样跟我讲 但是我觉得 我自己对我来说 那个对于钱 特别是钱的话 我没有那个恐惧 对 我发现神会透过各种方式来攻击 而且不管是不是钱 甚至是物品上面 比如说 我之前需要一部电脑 神真的透过很 我从来没有想到的人 然后就给我一部电脑 这样 哇 对 好奇妙的 即时的供应 是 哇 所以如果能够拥有这种 不受这个金钱忧虑的那种喜乐啊 那种安全感 我觉得真的很棒耶 而且我觉得这个也关乎说 我们怎么样看待毕业之后的一些 职业的规划 讲到你的工作真的是很特殊 因为你的工作要常常跑非洲 而且呢 不是去非洲的观光圣地 你是去到东非 然后是深入当地居民的生活 跟他们相处在一起 帮助他们 改善他们的生活 跟教育啊 各方面资源都是有相关 那么这个工作是怎么样 这么特别的降临在你的生命当中 我们先来听一段歌曲 待会儿我们要继续来分享 杨怡婷的生命故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直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喜欢你 我的生命开始有意义 同样的老板不同的心情 同样的工作拥有不同的反应 我的生命开始 Turning Turning 天变得好蓝 草变得好绿 天变得好蓝 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当中 要跟怡婷聊一聊 因为你大学的时候 是读跟外语相关的科系 所以我想你的很多的同学 他们第一个想到的 毕业的工作 大概是进入外商公司 那你呢? 大三大四 那时候大家都默默开始规划 那我大三又在美国 所以当大四回来的时候 事实上大家已经选好要走哪一条路 已经做了前一年的规划 所以那时候我事实上还蛮紧张的 当下真的是想说 就跟大家一样好了 因为你也没那个勇气 做不一样的选择 那时候教会有 从加拿大来的宣教士 他的父母亲长期在东非 有做宣教的事供相关的事情 当时他们自己组了一个 小小的group 做非洲的议题啊 然后故事的分享 甚至是到募集物资 送到非洲过去 他们开始跟我分享说 你一定要加入我们 我们需要志工 因为现在网路上 大家会问问题啦 然后你需要回复 这样我说当然啊 等我回去我帮你 所以也就是因为这样 我回到台湾 在大四那个 大家很紧张的 最后人生大学的阶段 然后同时也加入了 志工的这个服务 你参与了哪些工作 哦真的比较简单的工作 就是网路上 可能大家会在脸书后台 问问题啊 问说我要捐什么物资 可不可以 他们写一些感谢的话 说谢谢你们 让我有机会可以做爱心 我们就得回说 谢谢你的加入 相关的这些 就是来来回回的问话 那当然比较特别是 陆陆续续因为会有人捐款 要符合台湾法令的法律 所以我们要变成一个 政府立案的协会 所以那就成为现在 就学救命的前生 那在这过程中 当然协会里面的人 也希望这是一个平台 是一个让年轻人 可以看到世界的平台 然后是不一样的机会 所以他给我们 这些大学出落我之外 还有其他两三位大学生 很大的自由 所以那时候他们说 你们要做这个事工 你们一定得自己先去看看 非洲东非的坑亚 跟乌干达长什么样子 你才知道你自己 到底在做什么 所以也是因为这样 所以我开始 撰写了一些企划 然后开始写计划 申请一些费用 因为毕竟还是大学生 都没有钱可以买机票 但是学校 有相关的 志工服务计划 那很开心的就是 在申请的过程中 我们就因为要写一个 计划名称 这个我们是最后写的 我跟另外两位同学 那为什么会最后写 因为大家下面都知道 好 我们知道有卫生棉 女生的卫生教育问题 那我们要怎么解决 左部卫生棉 然后开始就把计划 写得更想尽 写完之后发现 到底要叫什么名字 我们学校有中文名字 跟英文名字 那中文名字 我们已经想好了 叫做爱女孩 那爱女孩 我们是上网搜寻 看有没有大家 用一样的名字啊 什么的 而且是顾名思义 大家一看就知道 这个是跟女孩相关的计划 所以我们觉得 这个计划很棒 但是我们怎么想 就想不到英文 到底要叫什么 怎么想 都想不到个好名字 所以我们就 跟我们的宣教师分享 他说 哦 在非洲 他们叫做Love Binti 这个是英文 Binti是 Swahili的女孩的意思 在肯亚 然后是 史瓦西里语 那他在当地 也是用Binti Project 史瓦西里语 对 这个Swahili 他们的语言 The Binti 是女孩的意思 那我就说 哇 神圣是预备耶 我们当初中文取完 没想到 你们在那边的 英文名字 已经是一样的 而且是不分国界 如果直翻 还真的就是Love Binti 那我觉得 哇 没有更好的名字 就是用这个名字 继续这样子 是 那个时候 你还没有踏上 非洲的路嘛 对不对 还没有 还在这个计划的当中 对 去非洲之前 妈妈 他们怎么反应啊 应该说 我一直都是做 很奇怪的事情 我记得我高中毕业的时候 我说 我不想读大学 我想要去 打工度假一年 这叫做Gap Year 我还跟他 讲什么叫做Gap Year的概念 我甚至还做了PowerPoint 跟我妈妈介绍 我今年要做什么 然后不想去大学 我可以申请 然后休学 没关系 他事实上都一直知道 我是一个 绑不住的小孩 我觉得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我知道我妈需要慢慢的资讯 这样累积 他才会比较放心 所以当我知道 我会有非洲 这个行程的可能 我开始分享 所有的照片 开始分享 所有的故事 开始分享好的 漂亮的 安全的 给他看 所以他 事实上到我真的 过去非洲之前 就是比较没这么紧张 因为我知道他的个性 所以我也做了前面 还蛮长一段的那个 心理建设 真的是 对 不过当你去到非洲的时候 我想 你应该带很多东西 去非洲吧 带很多东西 然后也带很多 没有用的东西 因为你会忘记 你在非洲 可能会遇到事情 你是用你自己 在台湾成长过程中 的想法 比如说 好 我们要教学 大家可能就带着电脑 然后会想说 接个投影机 然后插个电 结果到当地 根本没电 然后根本没有荧幕 我们到底在想什么 那当下我觉得 我自己讲难听一点 我真的很蠢 所以当我们发现 哇 我的思考 要重新 就是在run过一次之后 我们就开始做大字报 去买很大的纸 然后写很大的字 然后连教室都没有 是在一棵树下 所以我们还要想好 那个绳子要怎么绑在 那棵树上 所以就开始做一些 这样的调整 我觉得是对我来说 第一次去是还蛮震撼的 在教学过程中 我们一定会互相跟女孩聊天 他们都会很好奇我们的年纪 那当时我大四嘛 所以是22岁 所以我就跟他说 哦 你猜我几岁 他就说 哦 大概19岁 然后我说 哦 好开心哦 你说我19岁 好 我22岁 那他第二个问题 就直接问说 哦 那你有几个小孩 然后我想说 哇 这个顺序 好像是不是有点跳太多了 因为我的期待可能是 哦 你有没有男朋友啊 哦 你大学毕业了吗 啊 你有没有想说要上什么工作 这可能是我在台湾 我知道我脑袋 已经跳出来的问题顺序 结果我没有想到 直接跳过所有的问题 问说 你有几个小孩 我说 哦 我连男朋友都没有 他说 哦 没有关系啊 我妈妈有三个小 他开始分享 他说我妈妈23岁 那我是他第二个小孩 我10岁 然后想说 20 30 你这样算一下 但是他们讲得非常的轻松 自在 然后我也不想要 用我的惊讶 然后让他们知道 他们很不一样 我只是透过 哦 好 我听 然后就 哦 原来 哦 那有机会 我可以跟你妈妈认识啊 什么 就 但是我自己 很压抑我心里面的惊讶 然后 就是应该说 当下想很多 然后也发现 这个块土地 跟我想象的 真的很不一样 Zither Harp 优优独播剧场 去到非洲的时候啊 你们会不会做一些什么活动 让你们可以去体会一下 当地妇女 他们的一些辛苦 应该说 本来不是一个活动 本来是 我们去关怀 去村庄里面 一间房子 一间房子的拜访 然后在拜访过程中 我们当然也帮他们祷告 然后 我们协助他 去做实际的调查 了解他们 到底是遇到什么问题 那我们可以 从什么角度去 一起协作 让他们自己自理更生 所以在这座过程中 我们发现 有妈妈在帮忙炒菜 然后有妈妈在切菜 然后有人在做玉米铺晒啊 什么这些 所以我们就很自然的 去帮了他们 那这过程中发现 哇 这拉近了人跟人之间的距离 那也让我们真的知道 原来他们生活是怎样 之后 有志工进去的时候 我们也会特别带 志工进去那些村庄 然后让他们可以实际去 协助妈妈做这些相关的事情 而且当你们去走访 一些住户的时候 有看到男主人吗 基本上真的还蛮少的 那有些好的主人 可能是在大城市打拼 然后把钱送回家里 但是绝大部分 在那个日常生活中 真的很少看到男主人 在做劳动力的工作 那你可以最常看见就是 一群男人坐在树下 然后大家拿了一只很长的吸管 然后中间一大壶 不知道什么东西 但是我们问了一下当地人 很知道大概就是酒精类似 那样酒这样子 那我们说为什么 男人怎么没有一起去提水 他说那个提水是女人的工作 男人提油损自尊地位 是哪个男人在台湾 敢这样过生活 应该被他老婆修了 是事实上我 因为就在台湾长大 然后我当初过去 我们志工也有男生 然后我当下有一次就是 妈妈开始去挑水 我们走很久 然后开始煮饭杀鸡拔毛 然后煮炖 然后一些所有的繁琐的工 全部完成之后 桌子搬出来椅子放好 餐桌摆好 结果太太是第一个拿水 到先生的那边 然后倒水 给他洗手 给他肥皂 之后再把它擦干 再端一盘 放在男生手上 然后开始服务我们其他所有人 然后他自己是坐在厨房吃饭 当下我就觉得 我很生气 然后我基本说 那到底算什么男人 怎么可以这样 我们那一群的台湾的男性的志工 他们就觉得 我怎么这么生气 然后他们也觉得 他们好像很不好意思 当成男人坐在那边 这样子 对 像你们的爱女孩计划 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到东飞去教他们缝纫的技术 就是缝布卫生棉 那这个缝布卫生棉是 你在台湾自己先学起来是不是 对在台湾是真的就是一针一线 然后不小心一直砸到手指头 流血的过程中学会的 对在我们这个比较年轻一代 大家基本上没有相关的技能 所以当我知道 不卫生棉是真的可以解决当地 妇女的问题的时候 就坐下来开始学怎么缝 第一个当然是不能看啦 那个成品实在是不能用 但是到现在可以制作出 然后甚至是到当地做教学 我觉得这个过程 是我自己从来没有想过的 对那也没想到就这样一阵一线 真的就串起台湾跟非洲这一条关系 然后让当地的妇女 真的有这样的技能 然后让他们不管是 分享给自己的女儿 自己的邻居 那这是一个非常有永续性的活动 教导他们做布卫生棉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有趣的现象 是比较意外的 就是带了布给他们 也画了我们卫生棉的形状 要他们剪下来 结果发现他们连剪刀都不会拿 所以我发现 哦好好好 那你们先放下布 来剪刀长这个样子 那你们的手 左撇子左撇子 右撇子右撇子 那要怎样握 因为我们的剪刀是有大拇指根 所以你要放对边 不然会很难解 大拇指跟食指 对 因为有些人会把四根手指头 插到那个大拇指那个洞 然后很难去操控 所以我们发现 哇先不要谈缝纫好了 我先来谈论怎么剪布 这是比较意外的事情 谈到说为什么卫生棉对于东非赤坪地区的妇女是这么样的重要 其实跟他们当生理起来的时候 如果没有足够的卫生棉 甚至会使一些的女孩子 他们是被迫要辍学 那卫生棉在那个地方是一个奢侈品 算是奢侈品 因为父亲是金钱的拥有者 那他们不知道这个卫生棉事实上是对女性非常重要的 那他会觉得 我与其把这个东西给你拿去买一个我不知道东西 我还不如先把我自己的家里面的人喂饱 所以父亲常常得在晚餐跟卫生棉之间做抉择 那这件事情看似很难 但对父亲来说很容易 那女孩如果没有卫生棉不能上学 这件事情我一开始没有了解之间的关系 我想说没卫生棉跟上学到底有什么关系 那就后来发现 你没有卫生棉 你那一个礼拜 你怎么可能去学校坐在课堂开始学习 你一定是会担心 他露出来什么样 所以基本上女孩就会待在家里 那久而久之一个月一个月一个月过去 真的有很多十个女孩里面有一个女孩 就因为没有卫生没有的辍学 那这件事情也是联合国近年来 积极希望可以改善的一个问题 那他在沙拉沙漠以南地区 有超过80%的女性都有面临相对的问题 对 是你们现在在东非有几个教学地点呢 触及的国家有三个 会有种子老师 在各个村庄做工作坊 每个月 每周 每一天 定期的出去 像我们现在在对话过程中 就有种子老师 在肯亚的属下 教女孩 缝卫生棉 是 你刚刚说有三个国家 就是肯亚 施瓦地尼 跟乌干达 跟乌干达 哇 好棒哦 这个教学计划何等的重要 就是用的好的话 就改变一个女孩的一生 嗯 这是真的 像你们来参加学习这个缝部卫生棉啊 年龄层大概都是几岁到几岁 从九岁到八十岁的都有 那这是不分年纪 然后也不分性别 所以也有非洲爸爸来参加 对 这是应该说我们从来没想过的 因为这个话题 一直在非洲是一个竞技话题 讲到女性讲到月经 男人就会自动离开 女人也会推他们离开 但是当我们发现 为什么这个村庄父亲来学了 那父亲说 我们家都是女儿 如果我学会 我可以省多少钱啊 当这样分享的时候 我们发现 哇 原来在当地 男性也是一个 我们可以教学的顿向 去到非洲 之后回到台湾啊 有这么多的体会跟学习 你后来怎么决定 你要把这件事情 变成是你的志业啊 变成是你的工作 应该说我们做这些相关的计划 你在台湾一定有 一定的文件需要做处理 那回来的时候 我一开始都觉得 好 我做的就是一次性的计划 结果没想到回来之后 民众一直打电话 email啦 然后脸书 他们开始询问说 他可不可以加入 他上次太晚了没加入 我觉得有一大部分 也是因为看到 哦原来 大家这么有爱心 那或许我当个传递者 我把这个角色做好 那非洲女孩就因此而受惠 那为什么不做呢 反正趁年轻 试试看 就也没有什么好担心的 这样子 你现在在就学救命当中 工作几年了 从大学到现在三年半了 三年半 对 但是你从原本的志工 变成了现在他们的 所谓的同工好了 同就是同心同行的 这个同工 然后在爱女孩计划当中 你担任的角色是 执行总监 那当你把这件事情 当做工作的时候 你身旁的亲友们 怎么看待 在一开始他们觉得 哦这就是年轻人 那他玩个一年吧 两年他应该就差不多了 那后来他们发现 诶到我第三年了 好像真的很认真 在玩真的 然后也不是像 大家所谓的打工啊 做志工这样子 开始有比较完整的一个过程 就真的是像一份工作这样子 所以他们从 本来是一直以嘲讽式问说 哎你什么时候才要找真的工作 这样的文化 到现在说 哎那你现在 你明年的计划是什么 那现在在非洲的状况是怎么样 所以就是有这样子的转变 我觉得真的还蛮开心的 对 因为一开始大家会一直 也不是说否认 他们只是不了解 所以他们的问话方式 比较不一样这样子 对 学校的老师觉得说 你应该要去外商公司啊 打公司什么的啊 企业啊 对 对当你回到学校 做分享的时候 怎么看待 有学校有 在不同场合 有邀请我们 那事实上我 自己因为 也有认识一些 还在学的学生 现在 那他们有说 哦 你们的故事 学校超爱分享 我在毕业典礼的时候 有听到 他们就说 相信你自己 然后在我们学校 用的资源 你觉得有办法 闯出不一样的方式 然后 做不一样的事情 来回馈这个社会 所以对于说 有一些年轻人啊 想说 哎我在读书 求学的阶段 虽然课业很忙碌 但是如果我 能够有一些的时间 去参加一些海外的 志工服务队 你怎么样回应这件事 觉得很好啊 因为你一定得自己看看 才会知道 哦原来 你欠缺的是什么 你需要为下一次 做更长远的计划的时候 你需要增加什么 就不会像我当初 还带着电脑 去非洲 想说我要这种电脑 然后转头萤幕去教学 或者是 以自己的想法 当地人就应该听我说话 转变成 我们应该听当地人说话 然后去了解 他们真的需要 什么样的协助 所以 我觉得参加各种方式的 志工都是让自己的 眼界再宽一点的方式 所以我真的还蛮赞同的 嗯 是 而且总觉得 当我们走出去的时候呢 那种心啊 跟我们的爱 我觉得是会扩大的 而且会有 更多不同的 一个感受 我想到我们在 原才非常的节目啊 怡婷呢 在刚开始的时候 谈到基督心想当中 其实非常吸引你的 是上帝的爱 所以这样的一份爱 是不是也帮助你 在做这样的一个 很特别的工作的时候 你知道怎么去爱 这些当地的妇女 是 在当地 我们本来只是透过 一个布的卫生棉 来解决他们的问题 但我发现 原来这个卫生棉 它比我想象 带来的感染跟渲染更大 这让我有时间 跟这些女孩分享 让我有时间跟女孩 分享说 他们的价值 他们是多么重要的 那当下我觉得 我可能只是一个过客 但是后来听老师 跟我分享说 他们一辈子都没有想过 会有人飞这么远 到他的这个村庄 到这个学校 跟他分享 那我们做的这些 举动 对这个女孩的人生 是非常意义重大的 因为他们会从此相信 我是被爱的 因为这些人 愿意飞这么远 来爱我这个 我可能 从来不知道 我自己有多重要的人 所以我真的也很感谢 神有让我这样子的经历 可以跟这些女孩分享 然后真的是 透过神刚刚讲的 很伟大的爱 来分享 这些小小的爱 在每个女孩身上 在今天的节目 结束之前呢 还要请怡婷 来分享一段话 因为现在很多人 在面对人生 未来的方向 都觉得很茫然无措 不知道自己 到底要做什么 或者找不到 自己的人生的价值 和意义 你会对他们 说什么话呢 一句话倒是 还比较难解释 对 我就是会用一个故事 那它是 五饼二鱼的故事 在圣经里面 简单的讲是 有一个小男孩 在上帝问说 有没有人 有食物的时候 他就说 我这里有五个饼 两条鱼 不知道你够不够用 但事实上 当下是 在座七千人 都要吃这个食物 但是小男孩 没有觉得担心 他就说 我有 你可以用 所以神就透过 这个五饼二鱼 喂饱了七千个人 那我觉得这个故事 很适合来鼓励大家 是因为 你会常常认为 自己拥有的不够多 你会害怕 你给出去 那你自己就没了 但是在我这过去的 三年半之后 我发现 你给出去 你事实上 自己得到的是更多 然后你 这个小东西 被神 运用之后 它事实上是影响 很大 很多的人 是你永远想象不到的 从我一开始 缝很丑的 那一片未生命 到现在有 四万多位女孩 因为我们 这个计划而受益 就这过程中 真的就是像那个 小男孩 有那样的信心 那我也 真的是希望大家 有这样的信心 然后让神来 使用你那 微小的爱心 或许我们会 忧虑自己的 未来人生啊 到底是哪一个方向 或者忧虑 我们在这个 茫茫大海当中 我们的立足点 到底在哪 可是我觉得 从怡婷的分享里面 真的是勉令 我们不要忘了 每一个人 其实上帝 都放了一些 财宝在我们的 生命里面 而这些财宝 我们都可以 分享出去 而在分享的 过程当中 我相信我们就会 找到那个 生命的意义 和价值 然后也看见 自己的生命 成为许多人的祝福 今天很谢谢 怡婷来到我们的当中 谢谢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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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朋友 你现在分享的节目 是 原彩飞扬 我是音如 非常高兴 在空中和你相会 在这一个钟头 宝贵的时间里面 我和你分享的是 杨怡婷的生命故事 这个女孩 毕业之后呢 从事的工作 跌破大家的眼镜 很多人以为说 以第一名成绩 毕业的她 应该是要走进 外商公司 不料 她不是走进 外商公司 她是走进了非洲 走进了非洲 当地妇女孩子的身旁 把神的爱 带给了他们 透过了 救起救命 爱女孩计划 透过了 逢不为生眠 帮助当地的妇女 以至于 她们在职场上面 她们在生活 可以获得改善 在这个过程当中 让怡婷 深刻的去体会到 那个生命 所带来的影响力 她很感谢上帝 对她的这一顿 特别的带领 亲爱的朋友 不知道你对于 你的人生 是不是 也有很多的计划 或者你感到很茫然 无措 你不知道 你的定位在哪 但是我很喜欢 圣经里面 有这么一节经文说 不要倚靠自己的聪明 而是要在凡事上 认定你 这个你是指上帝 这个经文后面呢 他就说 你必指引我的路 所以我也相信 当我们把自己 交托给上帝的时候 上帝一定会带领你 前方的道路 今天我们已经取得了 怡婷的同意 将她的故事纳入 云彩飞扬 福音见证 宣教事工 很欢迎你来 索取她的故事CD 我也很鼓励你可以来参加 旧恩圣经 韩寿课程 我们有专门的圣经老师 带领你 循序渐进的来认识 基督信仰 你可以透过 韩寿 或是网路的方式来参加 好 如果你要索取 今天的故事CD 或者是参加旧恩圣经 韩寿课程 欢迎你跟英如联络 电话请播 0227541144 0227541144 来信请寄 台北邮政 44-80号信箱 请注明 云彩飞扬 节目收 或写给我 英如收 今天特别感谢 生命和灵凉堂 和我心旋律 音乐师公所提供的诗歌 祝福你平安喜乐 我们下回空中再见 拜拜 我是空骨的回忆 四处寻找我的心 万片溪水和山林 我心依然无处寻 我曾经多彷徨 四周已无安息途 笑声留不住欢乐 眼泪带不走痛苦 我说生命不稀奇 一生看喜归尘土 放弃一切地追求 人凭潮水带我走 我曾经多彷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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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周已无安息途 笑声留不住欢乐 眼泪带不走痛 有人曾经多彷徨 有人曾经告诉我 告诉彼此正在寻找我 还能够满风波 我不怕手能够遗除 我曾经多彷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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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让我再来告诉你 耶稣基督救赎主 他曾满足心无数 向他倾诉向他哭 他必是你的宝足 耶稣基督救赎主 他曾满足心无数 向他倾诉向他哭 他必是你的宝足 耶稣基督救赎主 他曾满足心无数 向他倾诉向他哭 我曾满足心无数 他必是你的宝足 耶稣基督救赎主 耶稣基督救赎主 我是空骨的回忆 四处寻找我的心 万片溪水和山林 我心一人无处寻 我曾经多彷徨 四周已无安息途 小声留不住欢乐 眼泪带不走痛苦 我说生命不稀奇 我说生命不稀奇 一生叹息归尘土 放弃一切的追求 我曾经多彷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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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曾经多彷徨 有人曾经多彷徨 我曾经多彷徨 我遇见到的太阳 我心静静跟回头